今時今日,公營房屋不僅要解決市民的住屋需求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設計理念 洪福村在元朗這個區域 未起樓之前就是一個挺荒涼的地方 我們一直說自己在這個區域 就是一個先驅者 把不同的設施帶來這裡 也提高環保意識 做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屋邨 要在一個綠樹林蔭的山坡上 開展大型工程 對團隊帶來不少挑戰 水泉澳邨可以說是這個規模之大 建的建屋量多 高低落差之大 其實真的別的項目小見 說到行人通道網絡 當然不可以不提水泉澳邨 最有代表性的一條沿拱形世紀大橋 和沙田市區連結起來 皇后山村位於粉嶺 房屋儲團隊以不同的藝術方式 將這些歷史文化 一一融入在屋邨設計當中 皇后山村的藝術 或者文化保育的量是多的 在整個過程中 大家又學了很多新的東西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寶貴的經驗 說到皇后山村保育項目 當然不僅少 團隊最終決定保留 大約100棵原生樹木 在皇后山村 而當中最有特色 和最具觀賞價值的 就是這兩棵大樹 他們現在擺放在村裡 面比較當眼的位置 是很大膽 其實這些樹木大得很厲害 我們在施工和設計上 是要多做很多很多東西 看到他們在這裡安居樂業 我們都很開心 一個新發展和一個現有的東西 其實不是必然有衝突的 怎樣去再創造一個新的社區 但也可以照顧到現有 或者以前的一些歷史 在《顯法理》這個項目當中 房屋處團隊邀請了幾位藝術家 共同創作 希望用不同的藝術形式 將陶藝文化 和青山一帶的歷史故事 保存在大樓的公共空間為止 這些歷史 其實是跟社會轉口的關係 我也將這些故事 放回公共屋邨 令他們有些歸屬感 所以我想我們做建築 可能已經不是做一個硬件那麼簡單 但可能是…其實我們在說 是怎樣去建立這個社群 房委會一直做的事 是一直令大家可以知識到 我們把了多少心思 令社會或居民的生活更好 隨著更多新界土地的發展 我們可以預視到在未來的日子 將會有更多跟自然生態 或者歷史文化 高度配合的新屋邨出現 新舊交融、發展和保育並存 將會是房委會團隊 在未來繼續堅守的歷念 醫生 我們請 醫生 醫生 字幕提供